渡舟 南洋渡掩人也 一纵为南洋太守 以舟为爪牙 见知张汤 未亭未始 始岸边失亡 所论杀甚多 奏事终义 任用 与简宣更为忠诚者十余岁 舟少严重持 而内身刺骨 宣为左内使 舟为亭未 其至大抵放张汤 而善后思 尚所欲己者 因而献之 尚所欲事 久戏代问而微见其冤状 刻有为舟曰 君为天下绝平 不循三持法 专以仁主义指为欲 欲者故如是乎 舟曰 三持安出哉 前主所侍者为律 后主所侍书为令 当时为是 何谷 知法乎 至周为庭位 赵玉亦亦多矣 二千旦系者心故相因 不减百余人 俊丽大福举之言位 一岁至千余章 章大者连歹正案数百 小者数十人 远者数千里 近者数百里 惠玉 利因则如张告和 不服 以略吃定之 于是闻有歹正 皆亡逆 欲久者至更数设时于岁而相告言 大低尽敌以不道 以上言位及中都官 赵玉歹至六七万人 力所增加时有余万 周中费 后为执金武 主补桑弘阳 为皇后昆帝子克申 尚以为尽力无私 迁为御史大夫 使周为庭史 有一马 及久任世 列三公 而两子家和魏俊首 家子类拒万疑 至皆酷暴 为少子炎年行宽厚云 炎年自幼公 一名法律 昭帝出力 大将军霍光秉正 以炎年三公子 力才有余 补君司空 使元四年 一周满以返 炎年以校尉将南洋事迹一周 还 未见大夫 左将军上官杰父子与盖主 燕王谋未溺乱 甲稻田使者燕苍之其谋 以告大司农阳场 毕黄聚 宜并 宜宇与延年 延年以闻 杰等福姑 延年封为剑平侯 延年本大将军 霍光丽 首发大监 有中杰 由氏酌魏太仆 幼曹 己事中 光持刑法严 延年辅之以宽 至燕王御史 御史大夫桑红杨子谦王 过父顾立侯史吾 后谦补德 辅法 慧舍 侯史吾自出细域 廷魏王平与少府徐人杂志反世 皆以为桑千座父谋反而侯史无赃之 非逆反者 乃逆为随者也 即以赦令除无罪 后是御史至实 以桑千通经术 知父谋反而不见争 于反者身无义 侯史无故三百十利 守逆千 不与庶人逆随从者等 无不得赦 奏请复制 何廷魏 少府纵反者 少府徐人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 故千秋数为侯史无言 恐光不听 千秋即诏中二千诞 博士会攻车门 亦问无法 亦者之大将军指 皆知无畏不道 明日 千秋封上众矣 光于是以千秋善诏中二千识以下 外内一言 遂下言未平 少府仁欲 朝廷皆恐丞相作之 言年乃奏计光征 以为立纵罪人 有长法 金庚底无畏不道 恐于法身 又丞相素无所守持 而为好言于下 尽其素行也 至善诏中二千诞 甚无状 言年于 以为丞相久故 即先帝用事 非有大故 不可弃也 见者名颇言欲深 立为俊底 今丞相所义 又欲事也 如是以吉丞相 恐不合众心 群下言惯华 庶人思义 流言四步 言年怯众将军师此名于天下也 光以庭位 少府弄法轻重 皆论气势 而不以吉丞相 忠与相敬 言年论意持平 和和朝廷 皆此类也 见国家成五帝奢侈师吕之后 数为大将军光颜 年岁笔不登 流民未尽还 宜修孝闻明正 事已简约宽和 顺天心 说明意 年岁宜英 光纳其言 举贤 良 一霸酒雀 言 铁 皆自言年发之 立民上书言便宜 有意 折下严年平处附奏 言可观世者 至为宪令 或丞相 欲使除用 满岁以状文 或抵其罪法 常与良府及庭位分张 昭帝末 寝吉 征天下明依 严年典领方药 帝崩 昌义王及位 废 大将军光 车继将军张安氏与大臣一所立 十 宣帝养于叶亭 昊皇曾孙 与延年中子驼相爱善 延年之曾孙得美 劝光 安氏立焉 宣帝即位 包赏大臣 延年已定策安宗庙 义户二千三百 于史丰 所时亦凡四千三百户 赵有司论定策功 大司马大将军光功德过太尉将侯周伯 车其将军安氏 丞相阳场功比丞相陈平 前将军韩增 御史大夫菜义功比影音侯冠英 太仆杜延年功比诸须侯刘章 后将军赵冲国 大司农田延年 绍福史乐成功笔典克留阶 阶封侯一土 延年为人安和 备于诸氏 九点朝政 上任兴之 初级奉嫁 入己世中 居久轻位十余年 赏赐鹿位 子数千万 霍光丰厚 子羽与宗族谋反 诸 尚以延年获释旧人 欲退之 而成 相畏相奏延年宿贵用事 官职多奸 潜力考案 但得愿马多死 官奴必伐一时 延年作免官 薛护二千 后数月 傅兆拜为北帝太守 延年以故久清外为边利 至郡不尽 尚以喜书让延年 延年乃选用良力 补姬豪强 郡中清静 居遂于 尚始业者赐延年喜书 黄金二千金 喜为西河太守 至甚有名 五奉中 争入为御史大夫 延年居赴官府 不敢当就位 坐卧皆亦其处 逝时 四夷河 海内平 延年逝世三岁 以老病起海骨 天子幽知 使光路大夫 持劫赐延年黄金百金 九 加制医药 延年岁称病毒 赐安车四马 罢就地 后数月轰 誓约静侯 子缓四 缓少为郎 本史中以校尉从 仆类将军鸡匈奴 还为贱大夫 谦上古都尉 燕门太守 傅延年轰 征世丧事 拜为太常 至朱陵县 每冬月风俱御日 长去九省时 官署称其有恩 原地初级位 古贵民流 永光中西枪返 缓折尚书入前 古以助用 前后数百万 缓六帝 五人至大官 少帝雄历五郡二千旦 三周目次使 有能明 为中帝清官部 至而最知名 亲自子下 少好经书 家父儿目偏盲 故不好为利 茂陵度夜语 亲同性自 据以才能称经师 故一官为亲为盲 肚子下以相别 亲恶以极见底 乃为小贯 高广才二寸 尤氏经师 更为亲为小贯 肚子下 而夜为大贯 肚子下云 十 帝旧大将军王凤 以外戚辅政 求贤之自助 奉父请侯尽与亲兄缓相善 顾奉身之亲能 奏请亲为大将军 君武库令 直贤无事 亲所好也 亲为人身博有谋 自上为太子时 以好色闻 及及位 皇太 后赵采良家女 亲因是说大将军奉约 礼义取九女 所以吉阳树 广似众族也 必相举求窈窕 不问华瑟 所以住得礼内也 地值虽缺不复补 所以养受赛征也 故后非有真书之行 则印似有贤圣之君 制度有威夷之节 则人均有受考之福 废而不有 则女得不厌 女得不厌 则寿命不咎于高年 疏云 或似三年 严施欲之声害也 男子五时 好色未衰 妇人四时 容貌改前 以改前之容 适于未衰之年 而不以礼为至 则其缘不可救 而后来 一太 后来一太 则正后自一儿之术 有监视之心 是已尽献被纳缠之棒 身生蒙无罪之孤 今圣主赴于春秋 未有誓四 方香树入学 未亲后妃之意 将君辅正 一因始初之龙 见九女之志 祥则有行义之家 求淑女之志 无必有色 声音技能 为万事大法 夫少 戒之在色 小便之作 可为寒心 为将君 常以为忧 奉白之太后 太后 以为故事无有 亲父众言 诗云 阴间不远 在下后世之事 赐戒者志破尽 而省听者常待呼 可不 慎哉 前言九女 略臣其祸福 慎可道聚 妾恐将君不深留意 后妃之志 妖兽志乱存亡之端也 继三代之济世 懒宗 宣之享国 查尽蜀之福宴 或拜何尝不由女得 是以配玉燕名 官居探之 知好色之乏性短年 离制度之生无厌 天下将萌化 灵异而成俗也 雇勇淑女 即以配上 忠孝之赌 仁后之作也 夫君亲授尊 国家治安 成臣子志愿 所当免之也 一曰 正其本 万物理 凡事论有一位可立行者 求之亡谷则典行无 考之来 金则及兄童 足遥亦之则民心或 弱势者成男师也 金九女之志 何于亡谷 无害于金 不逆于民心 至亦行也 行之志有福也 将君辅正而不早定 非天下之所望也 为将君信臣子之愿 念官居之思 代伪正之龙 即使出清明 为汉家见无穷之机 成难以乎 不可以临 奉不能自立法度 寻故事而已 慧皇太后 女帝司马君丽 与亲兄子司通 世上闻 亲残聚 起海谷去 后有日时 地震之便 照举贤良方正能直言事 和阳侯良放举亲 亲上对 曰 陛下为天命 道便义 言见公亲 举直言之事 将以求天心 既得诗也 陈亲于壮 经术浅薄 不足以奉大对 陈文日时 地震 扬威音圣也 陈者 君之音也 子者 父之音也 妻者 夫之音也 遗敌者 中国之音也 春秋日时三十六 地震五 或遗敌清中国 或政权在陈下 或父成夫 或臣子被君父 事虽不同 其类亦也 臣妾观人事已考辩议 则本朝大臣无不自安之人 外妻亲属无乖赐之心 关东诸侯无强大之国 三垂满夷无逆礼之 解代位后宫 何以言之 日以物身时 十家位 物位 徒也 徒者 中宫之部也 其夜地震 未央宫殿中 此必是妾将有争宠 相害而未患者 为陛下身界之 便敢以泪相应 人事施于下 便向见于上 能应之以德 则亦旧消亡 不能应之以善 则或败至 高宗遭购至之戒 赤己正事 享百年之寿 因道复兴 要在所以应之 应之非成不利 非信不行 宋景公 小国之诸侯尔 有不忍疑获之成 出人君之言三 迎获为之退赦 以陛下圣名 内推至成 申 思天辩 何应而不敢 何摇而不动 孔子曰 人远忽哉 为陛下正后妾 一女宠 防奢态 去亦游 公解简 亲万事 树欲安车 有年道 亲二公之庸善 至尘昏之定醒 如此 吉遥 顺步足于彼龙 就亦何足消灭 如不留听于庶世 不论财而受位 丹天下之财以奉银齿 溃万幸之力以从耳目 净产于知人而远攻方 信禅贼之臣以诸忠良 贤俊师在言学 大臣愿于不已 虽无便意 设计之忧也 天下至大 万事至重 祖业至重 成不可以亦欲为 不可以奢态迟也 为陛下人无益之欲 以权重数之命 臣亲于壮 言不足彩 其下 上敬照直言之事 一百虎殿对策 策曰 天地之道何贵 王者之法何如 六经之义何上 人之行何先 取人之术何以 当事之志何物 各以经对 亲对曰 臣闻天道贵信 地道贵真 不信不真 万物不生 生 天地之所贵也 王者成天地之所生 礼而成之 昆虫草木 米不得其所 王者法天地 非人无以广施 非亦无以正身 克己就义 数以吉人 六经 之所上也 不孝 则是君不忠 立官不敬 战臣无勇 朋友不信 孔子曰 孝无忠实 而患不吉者 为之有也 孝 人行之所先也 官本行于相当 考功能于官职 达官其所举 复官其所语 穷官其所不为 罚官其所不取 敬官其所为主 远官其所主 孔子曰 是其所以 官其所由 查其所安 人焉受灾 取人之数也 因因于下上至 周因于因上闻 经汉家成周 秦之必 一亿闻上至 费奢长俭 表实趣伪 孔子曰 恶子之夺诸 当是至 知所悟也 臣妾有所忧 言之则福心逆指 不言则见日常 唯或不细 然小臣不敢废道 而求从 唯忠而偶益 臣闻顽色无焰 必生好增之心 好增之心生 则爱宠偏于义人 爱宠偏于义人 则祭祀之路不广 而极度之心心矣 如此 则匹父之说 不可圣也 唯陛下纯德普师 无欲侍从 此则众数贤说 祭祀日广 而海内长安 万事之是非 何足备言 亲以前侍并 赐伯霸 后为一郎 父已并免 争议大将军莫府 国家政谋 奉长宇亲律之 树称达 明氏王骏 维安氏 王延氏等 就解逢野王 王尊 胡常之罪过 即计功臣爵士 田府四仪 当是善政 多出于亲者 见奉专政太重 戒之曰 西周公身有至胜之德 属有叔父之亲 而成王有独剑之名 无信禅之听 然管 蔡流言而周公聚 然侯 昭王之就也 权重于秦 威震伶敌 有但莫眼福之爱 心不戒然有奸 然饭居起徒步 由一国 无雅信 开一招之说 而然侯就封 即进者 武安侯之见退 三世之计 相去各数百岁 若何福节 甚不可不察 愿将军由周公之千聚 损然侯之威 放武安之欲 无始范居之徒德奸其说 请知 赴日时 经召尹王张上 封氏求见 果言奉专权必主之过 夷废物用 以应天便 于是天子感悟 赵建章 于义 欲退奉 奉甚幽惧 亲令奉上书谢罪 起骸骨 文指甚哀 太后替气味不食 上少儿亲以奉 亦不忍废 付起奉就位 奉心残 称病毒 欲遂退 亲父说之曰 将军申道府正十年 便亦不已 顾起骸骨 归咎于身 克己自责 至成动众 于之莫不感伤 虽然 是无数之臣 直进退之分 劫其去就之劫者尔 非主上所以代将军 非将军所以报主上也 西州公虽老 犹在京师 明不离成州 是不忘王氏也 众山 复义姓之臣 无亲于宣 旧风于齐 犹叹西永怀 素叶徘徊 不人远去 旷将军之与主上 主上之与将军哉 呼吁天下治安 便亦之意 莫有将军 主上赵然之之 顾攀缘不浅 书称公无困我 为将军不为四国流言 自宜于成王 以故至终 奉赴起世事 上令上书和奏经赵尹章 章死赵玉 与在缘后传 章祭死 众树冤之 以激朝廷 亲遇就其过 复说奉约 经赵尹章所作事密 利明见章诉好言事 以为不做官职 以其以日时见对有所言也 假令章内有所犯 虽献正法 事不报扬 自经师不小 况于远方 恐天下不知章时有罪 而以为作言事也 如事 赛征颖之缘 损宽明之德 亲于以为疑音章事举直言及见 并见狼从官斩尽其章 家于往前 以明事四方 使天下贤之主上圣明 不以言最下也 若此 则流言消逝 疑获者明 凤白行其策 亲之补过江美 皆此类也 悠游不适 以寿终 亲子及昆帝之属 至二千淡者且十人 亲兄缓前免太长 以列侯奉朝请 成帝时乃轰 子夜四 夜有才能 以列侯选 父为太长 树言得失 不适权贵 与丞相宅方尽 未未定灵侯淳于掌不平 后夜做法免官 父为寒谷官都尉 会定灵侯常有罪 当救国 常救弘阳侯立与夜书曰 尘埃老子垂白 随无状子出官 愿勿附用前世相亲 定灵侯既出官 拂罪复发 下落阳狱 丞相使搜得红 阳侯书 奏夜听请 不敬 做免救国 其春 呈相方敬轰 夜上书言 方敬本与长身结后 更相衬见 掌献大鳄 独得不作 苟欲仗赛前过 不为陛下广持平力 又无恐惧之心 反因实信其邪辟 报衙自愿 故使 大逆朋友做免官 无归故郡者 今做长者归故郡 以身一等 弘阳侯立作子寿 长或陆故救国尔 非大逆也 而方敬父奏力党有后将军诸伯 聚禄太守孙红 顾绍府陈贤 皆免官 归贤顾骏 刑罚无凭 在方敬之彼端 众树莫不疑惑 皆言 孙红不与红阳侯相爱 红前为忠诚实 方敬为御史大夫 举怨龙可是御史 红凤龙前奉使欺瞒 不宜执法尽事 方敬以此怨红 又方敬为经兆饮食 臣贤为少府 在九清高地 陛下所自知也 方敬肃与私直师丹相善 临御史大夫缺 史丹奏贤未兼力 请暗宴 足不能有所得 而方敬国自得御史大夫 为丞相 即使底妻 奏勉贤 复因弘扬侯士归贤顾俊 众人皆言国家甲方敬权太甚 按施丹行能无义 及光禄熏许伤悖并残忍 皆但以赋从方敬 偿获尊观 丹前亲见义子丞相 使能使乌下神 为国求福 己或大力 信赖陛下之名 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验 足得其间 皆作死 甲令丹之而白之 此乌罔罪也 不之而白之 事被经术或左道也 二者皆在大弊 重于诸伯 孙洪 陈贤所作 方敬中不举白 专作威福 阿党所厚 排挤英俊 脱功报司 亨利无所畏计 欲以勋逼一六五天下 天下莫不望风而弥 自上书 进尘皆劫舌渡口 骨肉亲属莫不鼓立 威权太盛而不忠信 非所以安国家也 经文方敬足病死 不 以魏是天下 反复赏赐厚葬 为陛下深思往事 以戒来今 会成帝崩 哀帝即位 叶赋尚书言 王室是全日久 朝五谷耿之臣 宗室诸侯威弱 与戏求无益 自昨时已上至于大力皆全臣之党 取杨侯跟前为三公辅正 知赵昭仪杀皇子 不折白奏 凡与赵氏比舟 自亦忘形 赠诉顾许后 被家以非罪 诸破诸许足 拜原帝外家 内极度同产兄子 弘阳侯立即存于世 皆老被放弃 心蝶血经师 威权可畏 高阳侯血炫有不养母之名 安昌侯张与奸人之 雄 霍乱朝廷 使先帝复邦于海内 由不可不慎 陛下出即位 谦让魏皇 孤独特立 莫可巨账 全臣义事 义若叹汤 已早已亦歌恩 安百姓心 怯见诸伯忠信勇猛 才略不适出 成国家雄郡之宝 臣也 宜征伯至左右 以田天下 此人在朝 则陛下可高枕而卧已 西诸吕玉威流氏 赖有高祖宜臣周伯 臣平尚存 不辙 即为奸臣孝 叶又延宜为宫王立妙京师 以章孝道 十 高昌侯董洪一延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 大司空师丹等和洪悟朝 不道 作勉为数人 叶赴尚书送洪 前后所延皆何止施行 朱伯果剑拔用 叶由侍征 赴为太常 遂于 左迁上党都尉 会私利奏业为太常选举不实 叶作勉官 赴救国 哀帝崩 王芒秉正 朱前亦立妙尊号者皆免 喜和谱 叶以前罢处 顾剑阔略 忧孔 发病死 叶成帝初上帝妹影异公主 主无子 轰 叶家尚书求还经施于主合葬 不许 而赐誓约荒侯 传子至孙觉 初 渡舟五帝时喜茂陵 至延年喜渡陵云 赞约 张汤 渡舟并起文墨小吏 至魏三公 列于库吏 而具有梁子 得弃自过 绝未遵险 既是历朝 相宇提衡 至于见武 渡是觉乃独爵 既其福作 元公如灵之后 莫能及也 自卫唐度描迹 岂其然呼 及轻浮尘当事 好谋而成 以见史之初 深臣女戒 终如其言 数几乎观居之 渐微 非夫福华伯席 席之徒所能归也 叶因事而敌鬼 称诸伯 毁诗丹 爱增之意 可不畏哉 未经许i 未经许i